一阵轰天巨响建物残骸飞到空中好几公尺距离 民众吓到拔腿狂奔 附近居民同样直击爆炸瞬间 就算隔着一段距离还是怕到往后退好几步 有民众刚好开车经过目睹正正火光 直接在眼前炸裂 俄罗斯首都莫斯科郊区一座购物中心九号清晨发生一起大火 整个商场大面积延烧超过两个足球场大小 火势猛烈好几公里外都能看到熊熊烈焰窜烧 大火一路烧了四个小时才受到控制 爆炸发生时不少民众直接从梦里惊醒 俄罗斯当局紧急部署消防人员到场阻止火势继续蔓延 但由于屋顶受爆炸冲击坍塌影响搜救行动 仍酿出恶火夺命悲剧 当局也针对起火原因做出说明 俄罗斯保险公司指出这场大火不仅摧毁购物中心 还连带波及停车场停放车辆 总经济损失恐高达台币98亿元 只是对于民众来说亲眼目睹爆炸 瞬间恐怕已在心里留下难以抹除的恐惧 三里新闻谢电话报导